台日新闻独家报道 也要来关心台北市东区与东社区大楼 这个月每逢外面下大雨 屋内也会下小雨 冷气机不断的倒灌渗水 一楼餐厅同样也渗出污水来 让住户怀疑是市府的路面施工 堵住排水孔 市府假日赶紧派人到场检修 外头下着暴雨 躲在家里竟然也不好过 台北市东区精华地段 一处民宅的二楼 冷气就不断冒出水来 家里大大小小的水桶都用上了 所以就是接不完 不知二楼有问题 五月中一场大雨 一楼餐厅室内也渗出污水 不得不停夜一天 至于二楼从月中开始到29号 更是两次发生这样的冷气冒水情形 原来市府在上个月才进行道路扑面美化 住户怀疑施工有问题 接错管才让他们噩梦连连 我们在这里住了六七年了都没有问题 可能他在弄水锅的时候 他是不是墙壁要用水泥 可能在那个洞有塞到 但是府出不勘查 认为只有在路面加高 并没有动到建筑物原有的排水结构 家里一次有这个鱼污混接的情况 改善状况是先把它外部的部分 先就一个改管 鱼水管就是要接到鱼水沟 那污水就收到我们的污水管 但是就是说以前的老建物的部分 因为当初的法规不是这么健全 所以说很多都是有鱼污混接的情况 就怕大多旧大楼都是冷气管线 接到污水排水管 鱼污混合排水不及才会造成回堵 因此建议民众检查家中排水管状况 机岛处理才不会外面下大雨 家中也跟着淹起水来 谢谢大家 台北采访报道